我在这样三十多年来 在道场的一个心得 其实不仅仅是一贯道 在其他的中文修行 也会碰到有一些学道的人 他们会讲出这样的几句话 他觉得自己已经修了 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而在这个中文当中 也承担了很多的责任 觉得自己做得够多了 那为什么在我的家庭当中 我还遇到这么多不幸的事情 譬如身体不健康 譬如儿女不成才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甚至将这样的一个想法 随意的告诉别人 其实我们无数次的提醒大家 修道确实能够改变命运 但是前提是要先改变自己 我们一直在谈修道 修道的定义在哪里 是我们了解的圣人的道理以后 然后我勇于很诚实地面对我自己 以圣人的道理来发觉自己的罪过错 一个人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心性是否能够提升 能够进步 就全在于当事者是否不间断地 在进行回光返照 也唯有回光返照 才能够让自己的心性 日新又新 所以一个真行的人 必然会寡欲 淡薄名利 能够亲近 在他的学习过程里面 他的怨气少 他的感恩心多 那谈修半道 他也不是我一时的兴趣萌生 而是必须直击在坚定不移的勇气 儒家讲三达德的勇德 我们在修半道的过程里面 就像一个行进的列车 你要时时刻刻 叮咛着自己向前走 凡愚人有益的事情 我能做 我会立刻去做 更重要的是 在成全别人的当下 同时也要学会成全自己 所以我们问问自己 我真的想修道吗 你说我有 那么在依据着刚刚后学所提供 修道的内涵里面 再问自己 我真的有修道吗 最后的一句话 二六时钟 虚与不离道 我有时时刻刻 叮咛着自己向前走吗 这就是我真的在修道吗 如果三日打鱼 两天晒网 那么修行对你我而言 它是一时的兴趣的萌生 并没有一个坚定不拔的勇气 推动着我们向前走 所以不论我们研究 任何一教圣人的经典 其实他所提供的 也无非就是要圆满 我们现在这三句话 我想修道 我有修道 而且我在修道 所以勇家大师正道歌里面 他讲 无明实性及佛性 幻化空生及法生 无明没有独立的字体 它是必须依着真如自性 才能够启用 在四大甲合的色身肉体之内 只有就有我们的清净法生 佛在灵山莫远求 灵山只在乳心头 法生绝了无一物 本源自信天真佛 我的良心本性 我的真如自信 无形无相 一尘不染 五蕴浮云空去来 三毒水泡 虚出没 既然无染 那何有外在的一切 形形色色的万法呢 那是障音拖远 缘起信空 本非实有 我们真的要用三大阿僧奇节的时间 去从事消除三毒的一个工作吗 如果我们真的像勇家大师 正道歌中所说 我明白以后 我当下能够放下屠刀 那么确实可以及身成佛 因为三毒犹如水泡 树有树无 当处生 谁处灭 你如果知道 它是假的 你不要认假为真 它又怎么能够障碍到你我 所以人言经讲 信水真空 信空真水 清净本然 不论是地水火风这些 这些都是你自信里面 本来有的一个得用 如果随顺着本性 一切作为便合于天理良心 孔夫子说嘛 率性之味道 但是 随众生心 应所知量 寻业发现 自信 体精进 用随缘 无应三毒 是因为我们受无名染污 才起的一个邪用 所以我们一遍一遍的研究道理 就是让自己发觉真相 发觉真相以后 我们解形何而为一了 就能够无名分分破 贪嗔痴一定越来越淡 所以学到 如果真的是实时用心在学 那一份清心寡欲 安然自在的体会 它一定是与时俱生的 所以我们研究各教圣人 他教我们 你要破忘显真的方法 就是起观照 观照是儒家所讲的反省 在读《人言经》二十五圣 原通章的时候 二十五圣 讲他们因地起修的方法 都是用观照 这个观照是秉住于我们所设得的正之间 我们了解 妄念来自于无名 无名没有独立的一个体性 它无根 所以我一念如果绝了 它就破了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 五蕴浮云空去来 三毒水泡虚出没 那问题是 我们透过道理的研究 我们都知道它不是真的 那它为什么还会绑住我 让我浑身不得自在 让我在二六十中所行的 被遇到 原因就是在于 我虽然明白了 但是我没有切切实实 在依着圣人所教 用智慧起观照 所以我改的不多 我就往往管不住自己 所以当我不能够逐日 随着自己修行的岁月 道行有所增加 那就代表道理没有往下扎根 然而解灵还须细灵人 自己的习性自己改 佛菩萨只能开药方 不能够替我们服药 因为病根在自己身上 所以不间断的听道理 就如同肉体生病 我去医院找医生 开药来治病 但是药方开出来 你拿回来 你还是要服药啊 不服药 病怎么会好呢 接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第21位的大菩萨 讲因地如何震入圆通的一段经历 流离光法王子 急从做起 鼎礼佛祖 而博佛言 我亦往昔 经横沙节 有佛出世 名无量身 开示菩萨 本觉妙秘 从这一段经文 就确立了一句 我们过去常学的道理 所有的善法 一粒耳根 涌成道种 无量力 无量节的一个轮回转世 一个学习 所有累节所积修的善法 它会根深蒂固的 直接在我们阿赖耶事当中 所以过去懂得不多 因为在道理上不够用功 现在明白了 你就责无旁贷 要自己深入经脏 去了解这些过去 你不明白的道理 学一次不懂 学两次 听两次不会 听三次四次五次 中庸讲嘛 人一之 我十之 人十之 我百之 人百之 我千之 纵然我愚钝 我透过后天 不断的精进努力 我也可以迎头改善啊 龟兔赛跑 乌龟 它不是得到最后的顺利吗 你根气再好 你仗势着自己的根气 不肯学 那你终究会被那些老实修行的人 他以归步的方式 他击归步 可以成就千里之心 所以本觉妙明 妙是谈我们的真如自信 一尘不染 明是谈我们的真如自信 它可以欲缘起大用吗 所以观死世界 即众生生 皆是望远风力所转 所以本来在真如界内 一尘不染 没有世界与众生的 种种的一个差别 就是一念的无名妄动 动则生风 随着无名风 被无名风所转 所以身心世界 由事逐渐成行 既然是无名风所转 无名是缘起无自信 他就不是真实有 因为不是真实有 透过扫尘除够 就可以把这些染污 给他去化得干干净净 所以我于耳食 观戒安利 观世动食 观生动止 观心动念 诸动无二 等无差别 流离光法王子 在察觉 所有一正二报 十方世界 都是由这个 妄心妄念所带动而起 就在这个当下 他觉悟了 他观一切世界的安利 这个戒 就是十方世界 乃至于我们在这个人世间 他有所谓的 时间上 有过去 现在 未来 我们的色身肉体 有行住坐卧 种种相的差别 我们的起心动念 有前念 后念 相续不停的 深住意念 不论是无情世界的 一报世界的变化 或是有情心念的一个起伏 所有的动 诸动无二 等无差别 无明是 依于自信 才能够起 这些的一个用 这个叫做 动向不同 其体无二 那这样的一个观 也就是八正道里面所说的正思维 正思维来自于正见 正见来自于三不离 所以你再再处处都可以看到 不论研究哪一部经典 他总是在不经意当中提醒我们 你要尊得性 你就必须到问学 所以我实觉了此驱动性 来无所从 去无所致 在不间断的观照当中 我彻底明白 造成前面所说的 各种动向的无明风 当体即空 并非石油 十方围成颠倒众生 同意虚妄 所以不论是无情气势间的一报 或者是有情颠倒的一个众生的正报 都是一念妄动而云 因为一念妄动 所以妄动染污起的邪用 深浅不同 而有十类乃至于十二类 不同形体的一个众生 有动就会有变化 所以才会张家男 李家女 在六道轮回当中 不断的改头换帽 因为心念是瞬息万变 所以感召的果报 就有种种的不同 所以如是乃至三千大千 一世界内 所有众生如一气中 除百文锐 揪揪乱名 所以于分粹中 故发狂闹 那这一段经文 就是流离光法王子 在觉悟自信的一个妙用的时候 他在看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一切众生 那这个后面就是比喻 众生被无名风转 在那个狭小的空间当中 真名夺利 有这个名利心就受无量苦 你觉得地球很广大 数百个国家立在其中 拿地球跟整个太阳行星相比 他算什么 拿我们眼前的太阳的一个 所谓的银河系 跟宇宙当中的所有的银河相比 他要为乎其为了 可是我们见不到源头 就在眼前的这个世界当中 幻化的有情生 你错用了 因为错用 就会得到不好的一个果报 所以终究是自己这一生 所遭遇的一切就由自取 就是因为我修的不够 所以我才无法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趋吉避凶 有这样的觉悟叫做正觉悟 叫做真觉悟 他会激励自己快马加鞭 迎头赶上别人 我现在不好 我以后会好 这一个真正的觉悟绝对不是推过懒工的 你觉得自己很好 你在懒工 你觉得自己的遭遇不平 你在推过 不要讲我们研究任何的经典 有多么浩瀚的道理 道场交给我们的是推过懒工 交给我们的是推工懒工 我们自己在不知不觉当中 掉入到推过懒工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怎么对得起自己 你怎么寄望上天要有多大的福德赐在你的身上 上天要赐福也不能够随心所欲 大道无情 为德是福 德不配位 上天也莫可奈何 所以逢佛为己 德无声忍 流离光法王子 透过这样的回光返照 所以在遇到无量身佛之后不久 他就震恶无声法忍 这个无声法忍 少说应该也要八地以上 那之所以能够在无量身佛的前面 他就能够震到 原因就是 恒沙节以来供养无量佛 听闻的无量法 所导致的这一生良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现在起步永远不嫌晚 不怕慢只怕战 所以耳时心开 乃见东方 不动佛国 为法王子 心开就是 觉悟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了解 有情无情 因正一正二报 都是无名望风 做一个原动力 他不是你自心本来的东西 所以当下这一念觉悟了 真心显发了 乃见东方不动佛国 为法王子 不动佛国就是阿处佛 以此来比喻我们人的佛性 也是如如不动的 之所以能够心开 也是来自于 无量极来所积累的 观照的功行 越来越深了 所以一旦 这个成就到位了 他就成为不动佛前的弟子 所以我们现在是因地凡夫 身上还有千疮百孔的习性 笔性 你不要去烦恼 我未来的果位在哪里 那个交给上天去做安排 你唯一要去琢磨用心的地方 就是我活着 我还有什么地方 我没有做得到位 还有待加强 所以道理听了以后 我们要学习 无视存养 然后遇到事情 才能够起什么 起关照啊 才能够有减点的能力啊 其实我在早上 第一次发 这个抛碰的给前嫌之后 我还是坐在桌前 静静的思维 一瞬间就突然想起 有名大师讲的几句话 跟我们所有的学习 它都有关联性的 跟今天的经文也有关联性 严格来讲 你不论涉猎任何遗教的经典 其实宗旨都没有离开 永明大师所讲的这几句话 乃至于我们保光绍兴 不是讲我们修道是要 理事圆融吗 理事圆融的定义在哪里 我们清楚了吗 这些在华言经里面 都有一个交代啊 所以事实方佛 身心发光 动彻无碍 事实方佛 表示佛佛道同 经佛如古佛再来 都是要正入一个本性本性的 这以何来诸佛如来 不同的一个差别啊 都一样 我们要自己的身心发光 必须我们彻底明白 四大是妄生 对境而起的心是妄心 进来则有 进去则无 会变的都是妄心 都是吴明峰所导致的 当时的一个结果 然而一切妄 不离你的真如自信 无名佛性 无名实性及佛性 色身家庭里面 有一个清净法身 你转三读的贪嗔痴 就为清净法身当中 本有的戒定会三德啊 所以你学到的起修 一定没有离开常见己过 见己过是明明德 它是自立的功夫 我任何的学到修养 如果不能够自立 你就没有力量去行立人之事 所以佛问元通 我已观察风力无一 悟菩提心入三摩地 所以佛陀问我们因地起修 入手的功夫 与我流离光而言 我是观察 无名风 无自信啊 当体极空 这叫做了望 悟菩提心 就是我知行合一 我正真了 所以我们要先解 才能够去行 解行合为一 才能够去正真啊 所以一旦正入以后 何时方佛传以妙心 思为第一啊 我的证悟 跟时方如来 所教的应心法门 是无二无别 所谓佛佛伟传本体 施施逆腹本心 各位前嫌 我们如果把这十二个字 牢牢刻印在自己的 阿赖耶事当中 你在看现在的世界 不也是有一些 修行的团体 他们也不是都在教我们 要行利人之事吗 佛陀教我们要众善奉行 难道耶稣基督 难道 莫罢默德 他不是这样教吗 也都教这个 如果你记得 我本宗的老师 他是如此教我 其他人也是如此教我 你就不会在累劫了轮回刀中 因为观念的不同 因为别人做法不同 我就自己本身起大恶 你真的修道人 你真的正入到你的本心 你真的疗无出 你所信奉的圣人 他到底在传达什么讯息 你还敢去 肆意的杀掠吗 现在的战争 不都源起于这些吗 门派之别 所以 流离光法王子 讲完以后 接着 虚空障菩萨 急重做起 顶礼佛卒 而博佛言 我与如来 定光佛所 得无边生 这一段经文的如来 谈的是释迦牟尼佛 定光佛就是燃动佛 无边生就是代表清净法生 清净法生 无形无相 没有边际 表示虚空障菩萨 跟释迦牟尼佛 他们在过去生的时候 就已经累积相遇 都在菩提道上行走 所以我们现在身旁 这些的同修道伴 他也不是偶然相遇的 不要看他不顺眼 你要挖掘自己的错 你要去看到别人的好 你要为自己的错而惭愧 然后激发自己去学别人的好 你就能够感召在自己累积的修行过程里面 你身边不乏善之事 如果我老是反其道而行呢 总觉得自己修得好 做得比别人多 那为什么别人的命运如此平顺 而我如此坎坷 这些的不怨不平 会让你未来生在学到的过程 身边欠缺善知识的陪伴 而聚会在你身边的 都是那个无名信众 称恨信众 有我无他的狂傲之徒 而静默者黑痒 在这些人的围绕之下 你怎么能够走出你自己的康庄大道 所以不要轻忽自己现在的起心动念 所带动的一切言行举止 他不但决定了你今生的成就 他还决定你未来生所处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了解 眼前的起心动念 攸关太久远 我就会慢慢的设心一处 常思人善 常念起过 所以若真修道人 常见自己过 与道极相当 这一句话 慧能大师 他也是折取 过去十方如来所说的心血结晶 你修道入手的一个功夫 他是要用来刻骨铭心 然后吹动自己的声与口 行出这些行为 他不是天天念 你念他千变万变 变成一个顺口溜了 但是却没有力量 带动自己去做改变 去做一个突破 念的再多 背的再熟 富有何意啊 尔时守直四大宝珠 照明十方 围成佛萨 化成虚空 这是虚空葬菩萨 他在了悟之后 他能够去起的一个妙用 尔时就是 他跟释迦牟尼佛 同时证得清净法身的 那一刻的时候 从文字上解释 我拿了四大宝珠 他放那么多的光明 照了十方世界 这是按照文具解释 他实际的内涵是 当我证悟之后 了解自信 具足一切万善美德 这些美德 这些美德如果以儒家来讲 叫做五常德 如果以佛门来讲 就是慈悲 洗舍 四无量心 所以我明白我正入以后 我用我的四无量心 去无穷的佛国世界 去度化众生 然后 唯成佛刹化成虚空 是我虽度一切众生 而实无众生 唯我所度 代表你的内心 你是清净无染的 所以又于自信 献大圆境 自信就是你的本觉真心 你的真如 内放十种唯妙宝光 这个大圆境代表 我们灭无明以后 本有的信德流入于外 它是代表你的一个根本质 透过明明德根本质献前 有了根本质 才能够随别起差别之用 差别之用 根本质是平等性 差别用是 随众生所求 应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而为说法 所以这个叫做十种唯妙宝光 是对应不同的众生 我以不同的方法去引导对方 流贯十方 尽虚空界 所以当你要去度众的时候 你的心量广大 你要有广大心 你再回归到我们的金刚金奖 如是注 入于我的本心 你真的注于本心 你所起的妙用就是广大 十类众生 十二类众生 都是我要去接引的对象 而这一种无尽的悲悦是没有时间空间的一个限制 所以我们要让自己有菩提心 前提要有菩提心 有菩提心 是人人本来有的 你要把上面覆盖的无名给去化 所以你必然是先自立 而后才能够行立他的一个得用 这边又讲了 流贯十方 尽虚空计 你有责别对象吗 没有 所以你们看现在世界各国的纷争 我总会在地方上碰到浅显问 你觉得这两国战争谁对谁错 谈静音 你要看历史 谈远音 你我没有硕命通 你焉知啊 历史没有研究 又没有硕命通 可以看到过去累劫所重的恶因 那你现在在那边大放厥词 大肆批评 那不是照口过吗 任何一句话从嘴巴里出去 你没有真凭实据 它就是妄语 所以你道理研究得越清楚 你就会像我们佛规第十五条 后面的压轴好戏 你必然谨言慎行 因为你不敢让这些恶因 在自己的阿赖耶事当中落下来 因为只要落下来 必然将来因缘际会 我要承受恶果 所以这一段经文 就是我今天早上 想起永明大师所讲的 吕氏无碍的内容 那我们在读二十五圣原通章 不论是我们谈的前面的二十一位 或者是今天现在所讲的虚公畅菩萨 第二十二位的法身大师的振入 他都谈到理事原容 这四个字 何谓理事原容 我要怎么去原容 离者心之体 信心生吗 三者为一吗 在一为内 再多为外 所以谈到一多无别的时候 他谈的就是你的理念 跟你的外面 试者心之用 我们是透过我们的肢体 把我们内心所想的 付诸于实际的行动 那个叫做试 以一为内 以多为外 你在行事的过程 有没有用真如理体 在发号司令 你有没有用真如理体 去处理那么外在的 纷纷杂杂的事情 如果有 一多内外就了无障碍 所以综合而言 一心之体是理 一心之用 即是 所以率性之味道 这个叫做一心之用 能够做到这里 各位前贤 他理事原容 理事心之性 事是心之相 性不可见 心透过事的作用 他是晚然可见 理事无碍 所以身外一切 无边的差别之事 就如同你我在家修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 有不同的称呼 一个称呼 一个名相 伴随着这个称呼之内 你要去履行承担的责任 跟义务 你真的是 进到不要到 你必然成到 我要做到 进到不要到 就是我在做事的时候 我在承担工作 扮演自己角色的时候 以一为那样 以我的真如 理体为主 那么时间空间 不断的变化 角色也有千百种 所有一切身外 差别之事 是心之所义 他受你的真心所控 所义 义者诸相 婉然 归注于心 能义的是你 所义的还是你自己 离开义心 心外无事 所以纵然在行事的时候 你有看到各种 相的一个存在 清清楚楚 但是回归到本性 至尽相 他一尘不染 他何有差别 何来对待 都没有 所以不动而动 动而附近 各位钱 你看这一句话 你们在研究清静经 你们去读读易经 上面就有这些话 过去的古德 他纵然是在佛门 休息 在未出家之前 儒道的思想的基础 打得很扎实 而儒教 孔子 道教 老子 圣人言论的理论 没有离开义经 不动是我的真如 阿处福国 真心不动 真心理念 但是可以随缘而起一切动 随缘起用 动而附近 事来择应 事去择习 清静经不是讲这几句话吗 我们常讲 要如何 常清 常敬 常应 常敬 都一样 如果都以一心来发号司令 必然是常经常敬 可是往往对事的时候 我们是以人心在作祟 所以事未来的时候 我们胡思乱想 事来的时候 不照理路去运作 事去的时候 念之在之 唠骚不平 所以你又如何做到 理事圆融 所以理及事 事如理 自然大小相含 一多无爱 所以该父的责任 何来轻何来重 对父母断一杯茶 是小事 修道修信 行大笑是大事 你要行大笑 你不从小事做起吗 万丈高楼 他也要有地基 你认为道场的工作 何为大 何为小 没有 没有大小 依着自信去做 都是大 都是重 依着人心去行 所有道都变成小事 而小事不断 你就会烦恼一堆 所以一心体用 理事无爱 性相不二 因为都合于真心 所以虽度众生 而实无众生 唯我所度 虽然研究了诸佛的庙理 但是 心里面却没有 一切庙理所留下的那种法的落印 诸相皆得庙度 我们就做到了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所以金刚经在后半段讲的是什么 西见西真 里面不是有一讲吗 世间所有一切众生所动的心念 我西知我西见 西正 西丢西断 佛陀讲的法门 十方如来所讲的法门 没有离开一心 用不同的方法 我契入到一心了 这个叫做西正 你果地的正 难道不要因地的修吗 修什么 修断我一切的人心 扫我一切的无名 在扫的过程里面 无分别 离分别 无种种 无差别 事无大小 责无旁贷 该做我就做 没有差别对待 也没有功德相 我做的那么多 怎么就没有消云解厌 先不论你做多做少 就这一念的萌生 他就是着相 他就没有功德可言 没有功德 何来消云解厌 那也无非就是 财不失得富贵 法不失得聪明 无畏失得健康 如此而已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何有境界可言 谈55个位次的修行 也不过是方便说 全说 让我们有一个努力 奋斗的方向而言 所以非有 一切法自信 本自具足 何劳佛说 但是佛不说 我不懂 你也不能不听 不能不学 这以无知 知一切知 无知就是剥弱智慧 剥弱妙智啊 从你的自心的智慧 所起的用 所起的关照 剥弱无知嘛 知一切知 我无所不知 无见见一切见 所以无知无见 是你在扫除了能所恶心 没有对待差别之相的时候 他所能起的一个妙用啊 他就能够事事无碍 所以金刚经后半段所表的 是明心见性后的大用 我们在讲 我们朝理事 云荣无碍的时候 各位前写 那四个字 责任重大 你要怎么修 事情外面的工作 你要怎么责任父亲 都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所以后学现在思维的时间多 真正涉猎新的经典的 那个时间反而少了 因为要把过去所学的这么多的经典 要去做一个融会贯通 读了如是道三教经典 其实所读的没有离开 眼前你在PowerPoint上面 所看到的这几句话 所有的努力 就在我宝光绍兴的宗旨里面 理事圆融 他就立了一个大方向的 你要去做的 你要去学的 听完了就放了 拿尔东风过尔即忘 你要西记 真理作为一个 心性的洗涤剂 解毒剂 它怎么能起功用 我们身外的东西 叫我们名利要放 情爱要放 脾气毛病 要改要放 听他千万遍 你不耐烦 永远放不了 放得那么缓慢 那么少 我有听到你 放得快 所以有没有错用心思啊 所以正果之后 虽终日供佛求法 不见有一佛一法可度啊 佛对他的弟子讲 你们认为我在燃灯佛 所有所得法吗 你们认为我度了众生 有所说法吗 都没有 不见有一佛一法可得 虽终日度众 知十无疑众生可度 因为众生本具如来佛性 他没有佛性 你怎么度得了成功 怎么能够接引他上爱 这个叫做推功啊 你有功 但是你不住在那个功德相之上啊 也不是讲了这一句话以后 我啥事也不要做 因为没有一个众生 为我所度 我何必还要去做呢 他是谈你在做了这么多事以后 透过道理的一个切实明白 真如自信的得用现前 他离开一切相的差别对待 所以内无能求能度之我 外无所求所度的法与众生 消融一切事项归第一亿空 消归自信的最后的定义 就是这几个字 消融一切事项归第一亿空 你离开分别 离开差别 妙闲无助 那眼前我在阴地凡夫学习 我没有办法做到 佛的那么一个 一心所起的大用 可是你眼前总要去激功 去累得 去累得啊 不是讲千里之行 始于足效的那一步吗 我们现在都在学 虚空障菩萨流离光如来 乃至于任何一个十方如来的正果 不都是来自于因地无量节的 勤苦修行才有最后果上的一个成就吗 那我眼前的过程就是行舍 行舍就是三十七柱到凭里面的所讲 最前嫌你们在解一些经文的时候 比如我们在讲四圣地 讲里面的道地 要修道才能够灭一切恶 才能够得到涅槃之乐 那个道不是只有八正见 不是只有八正道 它是涵盖了所有佛陀讲的道理 严格来讲 出钱来讲 三十七柱到品里面 都是佛陀所讲的离苦得乐的那个方法 它都涵盖在八正道里面的正之见当中 所以三十七道品是以正八正道为主 但是苦极灭道修道的方法 达于离苦得乐 不是局限在八正道而已 这个意思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了悟之后 朱床王煞来入境内 射入我身 这是四项 然后身同虚空 不相妨碍 你不要用你这个小小的射身肉体 去局限了 我哪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 去容纳他们 理事无碍 无量之后是什么 心外无法 大小相容 刚刚一直在讲 《谭经》里面的无相诵说 色类自有道 就是众生同聚 佛性各部相仿恼 不起分别心 你就能清正 所以正入之后 要化起异类 异类是不同形体 不同国度 不同法门的那些无量众生 这叫做从根本制起差别制 所以前面讲的 从制放光 无不从此法界流 这边讲的 朱床王岔来入境内 无不归还此法界 这就是《人言经》里面 所表达的含义 这法界是哪里 法界是你我的真如 是你我的一心 这个就是大圣佛法 这是大圣小圣的 最大的一个差别性 这就是大圣起现了 一开宗名义所讲的 何谓大圣佛法 一切法从心小生 所以阿罗汉是 是在外 大圣佛法是告诉你 理事无碍 内外无仿 一多无障 都没有 所以身能散入 围城国土 广作佛事 得大随顺 就能够从体起用 你振入以后 振入到我们的 如实空的 这个真如自信 就能够挖掘其中 如实不空的得用 这是解脱得 所以要得解脱 你必须责任负起 所以我们要学会 分身百亿 分身百亿 就是在不同的时间 空间当中 我把自己该做的事情 我都把它做完了 所以我们没有成佛 你眼前没有分身百亿 你在现实空间 不也是同时 变化成不同 好几个迷茫 这个叫广作佛事 所以了悟以后 何来众生清烦 甚烦易如 你才能够得大自在 而在现实生活里面 我借一句谈经 慧能大师讲的 波波度一生 傲头还志傲 欲得见证道 行政几十道 你我与诸佛同聚 真如自信 为什么不得自在 日常生活里面 不得安宁 有这么多的烦恼 充斥于这个 小小的心灵当中 因为没有行政 什么叫做行政 傅大师讲 亦亦报佛名 昭昭还供起 起坐正相随 与莫同居子 千毫不相离 如生隐相似 欲是佛去处 指这与生思 这句话 如果用儒家讲 就是虚与不离道 如果用道场的讯文讲 就是二六十中 自信作主 如果真的如此严谨 自我要求 连睡梦中 有了偏差的念头 或者行为 你都会有警觉心 所以修道 不要向外求 从头到尾 都是告诉我们 天命之位信 把里面 老母赋予这点灵光 我们勤扫洒 扫尘除够 就能够再见光明 舍此意图 你不做 你不往外求 不往内求 终日奔波 往外去找 终就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 那这一堂课 就跟前贤 分享到这里 虚空障菩萨 他在觉悟之后 他起了大用 从一心所起 然后他现在就在讲了 此大神力 由我地观 四大无一 妄想生命 虚空无二 他之所以能够入 围成国土 广做佛式的 这种神通力 从哪里而来 来自于他在 因地修行的时候 地观 地就是一个真实的 在启用 在观照 他是不偏的 他看出了 他的四大色身 跟外界的一切 依报的世界 都是因为 一念不觉而有 这一念 缘起无自信 当体极空 我们也常说 心生则种种法身 心灭则种种法念 因为他是缘起一念 所以佛国本同 于同发明 得无生忍 诸佛国土 以及我们众生 以现在来讲的 我们所做的这个 五浊二世 地求春 不论是佛国净土 或者凡胜同居土 或者我们现在 所依存的 五浊二世 同属忘心所现 一切像是因为 心变 所起的幻像 所以同于虚空 等无差别 既然都是幻像 何有好坏 美丑之别 他就离分别 也就没有差别对待 那之所以 同缘起于一心一念 为什么有这么多 无量的差别 就是余同发明 佛是清净心 佛是正念 诸佛无我 所以才能够有 清净佛土的一个视线 而你我这些 有情众生 知众生同聚如来 佛性 行书体不书 但是总在不经心当中 仍我对应的时候 有了分别 起了仍我是非之心 因为有好坏 美丑的分别 他就 爱政取舍的一个行为 随着我们的行为不同 他就造作不同的 善果或者是恶果 他就有无量的差别 所以从一法界 变成十法界 十法界里面又有百千法界 一千法界 人法界里面不是也有贫富贵贱贱种种的差别吗 有了如此的一个真实的体悟 还有正入之后 得无生人 了解万法为心 真如自信 清净本然 翻盖了一切万善美德 周遍法界 我随缘举用 一切的妄念 与我无干 所以在一切境界来的时候 他就能够如如不动了 所以迷失从一真法界起始法界 一旦正入佛果 还归一真法界 我们的起点 其实就是我们的终点 但是要从起点 要复归于我们的终点 这个中间 有这么漫长的一个迷失的过程 你就必须按部就班 按图所记 依着佛菩萨给我们的一个方法 你离家已经千万里之遥 迷路了 你要回家 就老老实实 依着佛陀圣人所教的方法 按部就班 循序渐进 才能够达本还原 所以佛问圆通 我以观察虚空无边 入三摩地 妙力圆明 思为第一 我是从空大去入手的 因为从空大入手 直到色空无碍 依多无碍 依正互荣 因为色也好 空也罢 依暴正罢 全有此心而起 缘起点没有差别 所以以此空观 最为第一 从空大就入手了 就证悟了 接着就是我们最喜欢 也最喜欢的 最熟悉的 弥勒菩萨 要表述 他在阴地修行的一个经过 弥勒菩萨 即从做起 鼎礼佛卒 而博佛言 我亦往昔经围成节 有佛出世 明日月灯明 每一尊大菩萨 都是累劫机修 弥勒菩萨也不例外 围成节 围成代表无量 有一名 日月灯明佛出世 教化众生 我从彼佛而得出家 心众是名 好游足性 那个时候 弥勒菩萨 就跟随着日月灯明佛 在修行 佛佛道童 教给我们修行的工具 让我们入手的地方都一样 你要放下 人世间的名利恩爱跟生死 才能够了到 但是弥勒菩萨 也很老实的告诉我们 他在阴地修的时候 老师如此教 他不如是行 心众是名 就是他还是对于人世间的名文利恩 有所贪爱 好游足性 就是喜欢攀附权贵 与俗性的人交往 佛陀当年率领了一群的出家众 组成了僧团 他就在戒律里面规定 各个出家的比丘众 除了俗家有邀请 要我们供养我们 供养完就要讲经说法 出于别人的一个要求 你可以去 你自己不可以 无事就登三宝殿 有事没事 天天往那些俗家跑 你为什么要跑 攀缘嘛 真的有事要做吗 没事 或许你我会讲联络感情 那就要问 你在联络感情的当下 讲的说的是什么 是不是一些俗家与名利恩爱 鸡毛蒜皮 与心性无关的事情 如果每一次的相聚 都是在这种话题里面缠绕 那相聚就不如不见 因为他加重你的名利心 所以二十四尊教我修习 维心事定入三罗定 维心事 就是我们如果有机缘研究雷伽经 他把这个法相中的维事观就解得很清楚 三界为心所生 万法为世所变 法相中谈的 万变不离其中 终究在这里 一切万法是心想事变的 所以你眼前所见的名利 还有外在花花世界的一切万有 也都是不出你这一心 妄念所起的一个妄想 不是真实有 所以念变了 念头改了 你这个静就改了 所以以这样子修维事定 在网里面观照 功夫用得深 铁杵磨成绣花针 那个世心 那个蠢动的妄心不勤 你没有妄心 何来的名文利养 让你去贪求 于是就进入深层的一个定功 色心不动了 入三魔地表示色心不动 那不论你是持你念佛 还是一贯道的三宝心法 或是法相中的 所谓的维事定 乃至于天台三观 看似名相似乎有所不同 他终究起步的钢法 起步的功夫就是端系异端 在日当中 时时当中 在动用六根根层相遇的时候 上护你的本心 上护念 不要让自己的心 随静流转 心缘义马 所以一本弥勒 救苦真经 不也教我们吗 所心缘 勒一马 所心缘 勒一马 做得到就是入三魔地 所以各宗门的修订 也无非教我们 置心一处 所以既然是谈新的 一个变化 他就跟你行住坐卧 没有关系 你都是要在在在处处 互念的是这一颗心 所以七真实说得好 不要修一个千功和矮 不要修一个外向上 不要面露笑容 不要做种种的好与人结善缘 你时时刻刻是要胜乎心念 用那一颗心 再发号施令 用真心发号施令 自信所起的一切得用 就随着四肢百害行诸于外了 那处处都是功德 哪许有那么多的繁杂的事情要做呢 所以管住心 万是OK 做了再多的事情 却不能够学会置心一处 进来心就变 那就是还需要再用功夫啊 历劫以来 以此三昧 是横杀佛 求是明心歇灭无有 尼勒菩萨讲 交给他的唯心师定 日月登明佛教的嘛 在那一生他教了 他学了 一粒善法种子 波在阿赖耶士 永成道种 所以无量劫后 依然走在菩提道上 所修的法门 就从来不离开唯心师定 所以即便与不同的佛 供养不同的佛 但是不再像过去一样 去追求明文立养 而能够用一颗清净心 日横杀佛 祝佛转轮 祝佛度众 一佛注是万佛搭帮助到的意思啊 所以承担工作 一定要清净心啊 学再多的经典 还是一句话 跟道场的修行 跟自我的一个修行 要去做一个对比 我们才能够融会贯通 我们才能够不断的修正 自己偏差的方向 所以自然灯佛出现于世 我乃得成无上妙缘 事先三昧 历经多节修行 到然灯佛出世的时候 弥勒菩萨才顿悟 所以何来 何来顿悟 见悟之别 你没有过去累积的见修 你何来今生的顿悟 一旦了悟以后 事性原名 本如来藏 妙真如性 无名实性 及佛性的意思啊 只是不了解 随着无名的摆弄 就追求身外明文立扬 了解以后 将称性的功德行诸于外 那个就是 无量的利人之行 它都是善功德 乃至尽空如来国土 尽会有无 皆是我心并化所现 他的这个体悟 跟虚空障 跟琉璃光法王子 不是一模一样吗 十方佛国 依报世界 尽土会土 乃至于不同形体的众生 有好坏之别 这是站在我们的角度去思维 但是站在源头去看 都是世心变化 源自于一心 何来那么多的差别像呢 是我的心不干净 我就出来这么多的分别像 所以老子在太上感应篇 就讲这么一句话 一个心性比列的人 他就近看人的不好 所以当我们在手落别人 不好的时候 就如同孩子常讲一句话 骂人是骂自己 那也无非就是彰显自己 我的心性刻薄 我见不得人好 所以我不见人好 因为我唯我度尊 所以我眼见的都是自己的好 我那天在跟一位前嫌 在聊天的时候 透过他讲的话 他的想法 我看到了过去的我 不是现在我有进步多少 而是在没有学到之前 对方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我 我看到那个带给人家的负担 已经经过了这么多毅礼的一个进化 以及洗涤 他也不过是略为进步 这个所谓的略为进步 就是我看到别人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我不是只有看到他的不好 我同时也看到了自己 而我自己是怎么样 才能够略为进步 是依赖着三不离 所以我总是鼓励前嫌们 你最后还是三不离 你只有透过圣人的经教 只有透过自己亲自跟那些善知识的一个相处 我自觉了 我才能改变自己 在没有自觉之前 所有别人给的建言 所有诸佛给的药方 你绝对不会心甘情愿的服用 因为他跟你所想的不同 生病的人从来不觉得自己有病 病入膏肓以后 奄奄一息了 才想活下去 但是已经盖观认定 来日无多了 后悔也没办法 所以前嫌 我们人如果遇到疾病 只要你的五脏六腑 没有损坏到不堪使用 你抓住到根本 真正的去掺前迁 毁后过 上天会给你一条路的 但是前提不包括 我的腿断了 没了 他又长出一条腿 这是做不来的 我讲五脏六腑 其实外面的腿断还可以装假腿 里面的心烂 他就无药可救了 所以世尊 我了解万法是新鲜事变 所以事性流出无量如来 我依着真如自性 他就能够出一切善法 无量如来是代表什么 代表起的都是善法 从自性里面所出来的 都是干净如无染的 如果没有认清事实的真相 他就是从我们千变万化的人心起的一个像 他就有种种的差别 所以十方一切因正染尽都是世心变现 所以你将来回天 是在外院兜率天 还是内院的清静的弥勒国土 看你现在新的收摄在哪里 你未来再来人间学习 你所处的那个生存的环境 物质是否匮乏 人际关系是否良好 你是处处行云流水 处处自在 还是时时寸步难行 坎坷不安 他都决定于 取决于你现在的心念是怎么变 你误了出来的都是干净的 都是好的都是美的 自信只有真善美 自信没有贪嗔痴 迷的时候随随一心起贪嗔痴 什么样的人就活在什么样的天空底下 所以心恶行恶 人恶人怕天不罢 三恶道的刑罚来不及 还不够处罚 转到人世道 人间你还要尝尽人世间的种种的心酸 所以物很重要 你只能出生死烦恼 出六道轮回 物就会有无量如来 你的心性光明 出来的都是好的 所以因为已经透过修维世定 正入到本心本性 所以德蒙佛授记 后补作佛 为将来显结第五尊佛 第四尊是释迦牟尼佛 第五尊就是弥勒菩萨 那他现在在兜率内院 等到因缘际会 他就下身成佛 如同当年释迦牟尼佛 在做一身补处的时候 补处佛的时候 他也是在兜率陀天的内院 等待因缘际会 然后八向成道 一模一样 所以佛问圆通 我以地观十方为世 世心圆明 我了解十方 依正世界 都是这颗心变现而来 所以远离依他即便迹之 依他就是 缘起之法无自信 你会远离就是你看破 你放下 即骗迹之 骗迹之就是认假为真 坚持不改 你把你那个执着给去掉了 然后原诚实信 就是你正入到你的真如自信 正入到真如自信 得无生忍 思为第一 所以弥勒菩萨 从为世定里面去若所成就的 接着就是大势至法王子 与其同轮52菩萨 即从做起顶礼佛足 而博佛言 这52菩萨 不要把它解释为52个菩萨 我们从因地修行到果地的成就 它有52个位置 或者分细分55个位置的都有 这是代表有52个不同的位置 每一个菩萨修行的功夫有深浅不同 他证悟的境界就有不同 所以大势至菩萨就跟着这些 带领这些一起修念佛法门的大菩萨 开始请佛开示了 我一往昔恒河沙结 有佛出世名无量光 十二如来相继一结 这边的无量光 不要解为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他只是同名 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的 我们读乐言经都知道 这一生我们称南海古佛是观音菩萨 其实他这个观音的名相 也是久远前跟着一尊观音佛修 所以名相上是可以相同 就像我们在人世间不是有很多同名的吗 有的时候同名还同性呢 到十二如来相继一结 在一结当中 有多少佛又出世 数目是不同的 有的时候一个结里面有很多佛出世 像大士智菩萨 他遇到无量光的那一结 有十二尊如来降世 很多来度化众生 但是也有多结 没有佛出世的 法华经里面就记载 一百八十节空过无有佛 所以我们得以求到 进入到弥勒佛的坐前修行 人生难得经以得 明师难遇经以遇啊 大道难逢经以逢 这么多的难都在你这一生当中 因缘际会了 好事成双接二连三过来 相较于那个无佛出世 或者降生在边地 无佛无佛法的地方 我想修你都没得修 因为没有工具没有方法 你要起步去修 何其困难啊 所以你不用去推想别人给我多少恩 就单单你能够扮演一贯道的弟子 在这么一个末法时节 世界动荡不安 人心动荡不安的时候 你有一个良好的归于处 教我们能够如何去置心于处 不要随着境界风乱转 你就不会招致不好的恶果 就这么一个法门 各位前贤 千生万劫难遇的 你遇了 你不要感恩吗 你觉得道好 好在哪里 你感恩你恩在哪里 我不知道道好在哪里 我不知道要感恩 恩从哪里来 你那个天恩事德都是骗人的 所以大势至菩萨 是从念佛三昧出来的 念佛是修行的法门 三昧是透过这个修行 得到的一个果 也就是得定 就如同弥勒菩萨修唯心事 他最后进入到唯心事定 意思是一样的 而按照古德在书上所讲 念佛有四种 第一个叫做持名念佛 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念阿弥陀佛 念弥勒佛 那天参加一个告别式 商家就告诉后学 我有交代对方 我是一贯道弟子 要念弥勒佛 的圣号 他们还是请和尚 念的是阿弥陀佛 后学就跟他讲 没关系 阿弥陀佛 是无量光 无量寿 弥勒佛 也是无量光 无量寿 阿弥陀佛 是老母的分身 弥勒佛也是老母的分身 殊途同归 重点在于你生前 知不知道自己要往生的地方 一旦那一口气不来 盖棺论定了 外面的遗鬼 是庄严告别式的现场 与往生者 没有任何的益处 唯一的差别 如果你用婚心 那就有杀伤力 如果没有 他要念阿弥陀佛 他要念弥勒佛 他要念 耶稣基督 都可以 因为这些圣号 就代表圣人 因地修行 心性的一个圆明 不要在于这些 不要心里面忐忑不安 不需要 所以我们念佛 精心称之为念 念之在之 须于不离佛 重在那颗心啊 口念只是加强自己 辅佐自己 不要去忘记 所以一定是 心其口念耳听 我对于我所念的 那一句圣号 我清清楚楚 南无弥勒佛 或者南无阿弥陀佛 一字一句 我听得很清楚 这才叫做念佛 如果口念佛 心善乱 念再多也枉然 所以我一天念经念多少 功效有多少 不在于你念经念了几遍 念了多少步 有人讲 我要念地藏 本愿经要念一步下来 一步真的很长 后学念过啊 那就不是一本 米勒救古真经 九分钟十分钟就结束的 它是一两个小时啊 我念完这个不够 我还要再念什么经 还要持什么咒 很好都好 但是你要问问自己 我每一天花了这么多时间 去持送这些经典 而我的心呢 有片刻安然自在解脱的感觉吗 如果没有才是你要去做检讨的地方 跟经没有关系 念哪一部经都没关系 圣人讲的都是好的 经就是做人的道理 经就是从此案到彼岸的一条路 哪有不好的 还有一个观像念佛 佛堂里面都有佛像 我们看着佛像 我们嘴巴念佛 透过这样的观像念佛 是要为你后面观想念佛 埋下一个好的种子 所以它是钳子功夫 因为我一般人不可能观像念佛 你哪有那么多时间都站在佛像前面 其他啥事都不做了 你是俗家修啊 但是你是透过观像念佛 然后进入到观像念佛 那也就是当我眼前 没有任何的佛像可见的时候 我用我的自信的妙智慧 观想诸佛的一阵庄严 我去痴迷念佛 可是善导大师讲 凡夫心出尽细 观想难成 所以你们不要听到 哎呀这四种都是念佛 那观想念佛是不是好一点 难以成就 所以前写吧 你就老老实实 后面实相念佛 实相念佛 刚好符合我一贯道 那五字真言 我不能够出声 我只能默念 我念的时候 我用我的心在念佛 我的心在念佛 就是我的自信佛在念 因为由自信佛起念 所以念念清净无染 因为由自信佛在自转法轮 在持命念佛 所以你就不会有斜思妄念的一个清晰 都没有 这是真正就在念佛的当下 就让我回归到我的本性本性 念念念佛 这种无佛可念 回归到本性就是不住相 可是这种实相念佛 也就是我们在讲的三宝心法的其中一个功效 它也需要长时间累积的 要念到自转法轮 有心无意当中 只要没事 我就会念这个五字真言 不是我的嘴巴念 是自信在自转 所以前面所讲的 持命念佛 观相念佛 观想念佛 那是念他佛 念他佛的目的 最终都是要回归到 实相念佛 是念自佛 所以你不要 即便你持命念佛 你也是在念自信弥陀的 透过念佛能所双亡 我刚刚说的 没有能念的我 也没有所念的佛 终日念念不离佛 终日无佛可念 这就殊途同归了 所以哪一个修行方法不好 都好啊 大四肢菩萨教我们持命念佛 不可以啊 那是净土宗的修行 那您未扁 傻得有点可爱了 因为十方诸佛 佛佛道同啊 施施密封本心啊 都是回归到自己的本心本性 一旦功夫用得深了 都是达于十项念佛 所以譬如有人一专为一 一人专望 接着大四肢菩萨就举出了一个实力 方便我们去理解 这个叫方便说 就像我们在举老母 而老母就是我们的灵性之母 在礼天 熬手 期盼 在等待我们的归去 归去 那是方便我们有人世间的 这种色相 激起我们有子归家的那种心啊 但是你千万不要着相啊 有一天我回归到礼天 我要找一个白法苍苍的老母 你要找 找得到 因为随你的心所限 但是你有这样的念头 你也回归不了礼天啊 因为能所还在相待当中 所以举人世间的众生 一专为一 一人专望 这个意念众生的就是佛 佛知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众生本具佛性 所以激发他的慈心 念念有救度之心啊 这是专为义 所以才会不间断的 慈航 降世嘛 道庄降世 来人世间度重 那一人专望 就是指我们凡夫弟的众生 于此啊 追求名利恩爱身外之物 对烦恼所困 所以本有的妙智慧 不能彰显出来 所以没有想去透过修行 解脱自己的身世 所以偶尔念佛 不常念佛 所以当我们不常念佛 或者不念佛的时候 纵然佛要度众生 他手伸出来 你也不会握着他的手 所以如是恶人 若逢不逢 若见非见 佛要度众生 众生不愿为其所度 所以相见不相视 这个叫做无缘 所以佛法虽广 不论什么 无根之草 佛语虽广 不论无根之草 你没有缘 不是佛不度你 是你不接受 所以二人相依 二意念生 但是 如果我们 能够像现在一样 抱持着一颗道心 时时有解脱的一个欲望 我们希望蒙佛 搭救 解决自己的生死之苦 念念不离这一个信念 佛陀也有救度众生的一个什么 一个慈心 二人意念生 自成 则感 感而遂通 如是乃至 从生 自生 同于形影 不相关意 于是 而今而后 无量 节来 不论你降生在哪一个空间 你都可以蒙佛救度 你跟佛形影不离 所以你要确保来生 依然走在菩提道上 你眼前就要念之再之 念念不离佛啊 所以你要抱住佛号 活佛恩师讲 托儿们要义佛念佛 我三十年前读这句经文 我不了解他的意思 我就解为 我常常想着老母 想着季光老师 想着弥勒祖师 我现在才知道 我为什么要想他们 因为我希望借助他们的指引 确保我千秋万事 不要堕落到三恶道 我才有修行的机会 我才能够脱离生死之苦 我才能够步步高升 达于究竟无与涅槃之乐 这是我念佛的一个目的 所以道理悟到什么地方 你的见解就有所不同 佛是不会丢弃我们的 是我们不记得佛恩 我们不知道修行的好 佛接来接引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手就不伸出去了 自断惠命 所以十方如来连念众生 如母一子 若者逃世 所以何为 十方如来 悲心很重 痴心度重 向母亲怀念孩子 但是孩子如果离家出走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子若亦母 如母一时 母子立身 不相为远 我现在想着老母 想着诸佛 就像老母想着我 就像诸佛念着我一样 这个师佛念佛之心 如此深刻 刻骨铭心 他就让你母子立身 都能够心心相忆 不论降生在哪里 你之后都会蒙他接引 所以各位前贤 发愿 愿的好处 就是让你成为一个绝缘体 再来的时候 不被外面的虚花夹起迷惑 你能够快速的回归到菩提路上 所以若众生心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所以我前两天在整理自己 求到学到 修到了这一段过程的时候 我在跟我先生分享心得 我的人生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线 它是如此的敬畏分明 36岁之前 我是云云众生的一位 36岁之后 我是云云众生当中的 那一个想出生死轮回的那一位 因为我想出生死轮回 所以我就不断的学 因为不断的学 不断的进化 你就可以慢慢的有所进步 所以当我的张兄在问 你确定将来还能走修行路吗 我只有给他三个字 没问题 因为我时时刻刻 一佛念佛 现前 你会逢蒙佛的救度 未来 佛也不会舍离我们 所以必定见佛 所以四个字 必定见佛 从事项上讲 我不但念佛 我口念心也想 念之在之念念相续 这一生可以见佛 就礼上而言 佛是本觉礼 众生就是代表始绝制 所以佛念众生如母义子 就如同我们在学到 学大圣起信论不是告诉我们 透过三步离 我们就起始绝制 照本觉离体 这个也是一佛念佛的一环的解释 我时时刻刻回光返照 一佛念佛 以我现在所觉知的毅力 返照我的本觉真心 然后一教奉行 扫除烦恼垢 我就能够逐步入大圣位 大圣菩萨见到位 是当地菩萨 出地菩萨 这从礼上讲 就是现前见佛 这是修为高的 那我眼前可以慢慢累积我的修为 那我眼前可以慢慢累积我的修为 从来没有学到 步步返向成功 所以去佛不远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去佛不远 两个意思 既然现前见佛 那今生 盖棺论定之后 往生佛果 这件事情是必然的 那另外一个意思 是我有能够一念的回光返照 以始觉制造本觉离体 我断货正真了 你就离就近佛地不远了 所以这个去佛不远 有近的还有远的 不假方便 是佛在心内 不假外求 时时刻刻回光返照 自能够蒙佛坚毅 你就去佛不远 所以你看我们从今天 一开始讲到现在 那个立论点是一模一样的 不同的人在表述 他的不同的修行的法门 最终得到的结果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如染香人 生有香气 此则明月相光庄严 那么既然我今生 异佛念佛去佛不远 我用外在依他佛的法身智慧 开启我自己的真如自信 开启我本有的妙智慧 庄圆我自己的本觉心佛 这个就是大势之菩萨教 经由念佛你福会皆得圆满 何来门户之间呢 何来门户之别呢 都没有 所以一个义礼通了 去化我之 一个道理扎根了 深深适适 不论在任何的中门下修行 你不会有门户之间 因为没有法我之 所以我本因地以念佛心 入无生忍 经于此界设念佛人 归于净土 我在因地修行是念佛成就 所以我今天要广度众生 我还是依念佛法门 来接引众生 这个无生忍 前面也都提过 无生忍跟极灭忍 其实你不一定要强烈应分 这个无生忍只是法身大事 极灭忍才是佛的一个位置 其实这样见解是 直起一端偏乐 在有的经典上面 佛讲正入到无生法忍 其实他也代表你正入到佛的一个位置 因为无生法忍是指八地以上 涵盖八地 他正得的一个将心安住在真理之手 他离开能所对待了 你到佛的境界不都是离开能所对待吗 那极灭忍从哪里来 极灭忍是你在读仁王经的时候 他里面有谈到无忍 他翻为福忍 信忍 顺忍 无生法忍 还有极灭忍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安住在无生法忍之上 有人讲这不够啊 这个是那个还是法身大事 那是错了 不同的经典佛陀的表述 他隐含的境界就不同 所以你看光一个忍入行 各位勤贤 他的境界高地就如此 那我们不要管啊 这个三贤卫的福忍啊 初第三地的信仁啊 坦白讲 后学知道有这些差别 但是我不会强记这些东西 我记我们纪工老师讲的 因为他与我现在的修行最有关系 他告诉我们 托门看到一件事不顺心 你要忍于脸啊 你不要脸上那个表情就出来 不屑一顾 然后第二个你要忍于口啊 那个嘴巴不要忍不住就批评啊 然后第三个你要正本清源啊 你的脸上的表情 你嘴巴的恶语是从你的心出来的 所以你要忍于心啊 当你真的能够忍入心的时候 你就安住在无生法忍就不动了 我觉得你用这样简单的讯文 去解释这个修忍入行 不是更能受益吗 你就不用强劲这么多的 名相的东西啊 我不是说名相不好 我没有对名相不了解 我怎么深入精湛 但是名相在解释 你可以转化为更为浅白的语言 那这些语言从哪里来 一贯道的讯文 那我要提醒你 因为到末法时期 有一些人就会假借活佛老师 活佛恩师讲什么 他不是老师说的 他挂了老师的名相了 你也没有办法辨别究竟 真假 你就照单全收了 那就害死你自己了 所以你在取用这个讯文的时候 请你也要小心 严格来讲 你如果对圣人的义理 如果了解了 其实你看讯文是真假 当下立判 所以佛问元通 我无选择 都色六根 静念相近 都色六根 就是收心 置心一触 你既然置心一触 六根眼耳鼻舌生意 对静的时候 就不会 无止境的往外去奔驰 所以大势至菩萨 从根大去入手 六根的根就是你的自信 静念相聚 没有妄念 没有妄念 里面不动妄心 心不动 静就不生 那六根所用的一切 施行于外的行为 都是善用 这不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吗 所以我们读完了 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元通章 基本上二十四位大圣人的因地修行的法门 我们都学会了 那在下一堂课 我们就会谈到观音菩萨的耳根元通章 那这个耳根元通 与你我一贯到地支 他的修行就有莫大的注意 我们等待下一次上课 再来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